輪到另一位 近幾年都很出位 阿里巴巴掌台人 馬雲 現在到阿里巴巴掌台人 我特意找了一張照片 向大家Hello 在這張照片上 我們除了面相和手相 我們都會清晰看到 你留意一下這件事 凡是賺到錢的人 他們特別 賺到錢或賺不到錢 賺到錢的人 他願意去花錢 洗在哪裏呢? 在這個過程中 你看到手指漏縫 即是他不是賺到盡 他會將錢漏出來 第一件事 他應洗則洗 第二件事 你留意他 他在手掌上這些位置 會有些明顯起伏 明顯起伏 代表貴人包 有貴人包的人 遇到事情的時間 他會有人去幫他 再第三件事 留意馬雲先生對眼 所有成功人士 他們眼神都有力 眼神取決於他一身 鼻就取決於他中身 在頭蓋骨上面來說 馬雲先生壓頭又是比較高的 第二件事 左右兩邊 雖然出身是比較狂良 但問題來說 他的學識 我也有聽聽 馬雲先生說過 他去報考很多的學校 學校不會收他 等等 但你留意他不是出身名門望族 耳朵是比較低一點的 眼眉就跟他不是成一個水平 第二件事 天生怪象的人 包括有些什麼人呢? 有日王 前任日王 他的頭很大 頸也很短 身也很大 身也頭大身小 然後五官有些奇形怪狀 凡是所有那些特別格局的人 什麼叫特別格局 就是奇形怪象的人 有這種奇形怪象的形式出現 如果加到他當時的運勢給他的話 他在那個狀態上面 一下就可以起飛了 留意到馬雲先生的額頭骨 和留意他整個是一塊個 日月各飽滿 再加上兩邊的翼馬位 和他的額頭 看上去他的頭不是很大 但問題是他的額頭是比較高 所以來說 人物關係也造就到他成功 他在當初成立他的公司阿里巴巴的時候 正值也是國家起飛 國家起飛的時間來說 需要到網絡科技 而馬雲先生就看中了這個時期 所以他就去研發這個網上的系統 也都看準了當時地區和地區之間的距離比較遠 所以馬雲先生就創造了這個阿里巴巴 帶領著中國裡面的網上的網絡市場 而你看到他的眼神這麼有力的時間來說 阿里巴巴的精神 就是說馬雲的精神 馬雲的精神是可以幾天幾天不睡覺的 他幾天幾天不睡覺的那種無比的毅力 用了超過14年的時間去成立 將這個阿里巴巴推上市 所以來講的話 他每一次都會和身邊的人說 你留意一件事 就是留意他的兩邊拳骨和鼻和嘴 他的嘴唇比較薄 他說話就不是說簡單來說 不是說什麼尖不尖酸刻薄 不是這個意思 雖然他嘴唇比較薄 但是他說話點到即止 去到那個位他就去到那個位 但是有另外一種理解 就是說唇薄的人就比較冷漠 但是在阿里巴巴或者馬雲先生身上 我見識到的是 他說話比較道理 是的 再加上一件事 留意到他本身他的眼神 再加上他 其實他心頭你說是不是很高 其實他不是說心頭很高 因為我們在眼眉上面來看的話 他上面有個眼的位置和上面的位置 中間那個位置 中間那個位置來講 不是特別高 所以他的心頭不是高 他只是實事求是 正因為他實事求是 再加上你看他整個相 都又是骨重多於肉重 他重視的是感覺 重視的是名利 即是名利上面那種感覺 什麼意思呢 即是神尊重敬畏 他想做這方面的事 為理想而去做的 而他不是肉重 肉重的人是什麼 他想賺多些錢 以利益銜頭 所以馬雲先生在教祖前 已經將向後辭任了阿里巴巴的職位 向後退了出來 而由第二位繼任人繼任上去 他去從事教育的事件 所以正直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他肉不是那麼重 他是骨重 他想教這個演藝 教這個教育育的事業上面來講 就是想去造福人群 幫到更加多的人 因為他講了一句 說話就是窮不可以窮學生 窮不可以窮智慧 他覺得知識的領域空間 就是造就人的財富 所以馬雲也都在這方面上面 是值得令到我們這些後輩去學習的 所以在這裡分享馬雲他本身 整個尚的情況 再加上他的拳骨和鼻 各樣東西在中庭中年的時間來講 都還可以的 所以去到晚年的時間來講 就要特別注意看他現時的情況發展如何 所以我們再加上留意他整個 你會見到他見到腮骨 這些人是無比的毅力 如果眼神夠力 而再加以後見腮 這些人是很有韌力的 但如果眼神沒力以後見腮 那這些就叫陰險小人 陰險小人對人來說不是那麼好的 這些朋友會反骨的 但在馬雲這種情況 他是非常無比韌力 他也都很清楚社會需要些什麼 所以借這個機會也和大家分享 好 其實今集我覺得很豐富 師傅 我們已經超時了 透過一些圓殼 有面相 師傅配搭手相 他講一講 成功人事 我覺得應該要有的特質 或者甚麽符 其實師傅在講的是一個做人的態度 沒錯 好 今集的時間到了 我們多謝徐和梁師傅 好 多謝大家 謝謝